近日,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发布了第15版致癌物报告,将优门螺旋杆菌慢性感染列为明确致癌物。 根据2001-2014全国优门螺旋杆菌调查显示,中国优门螺旋杆菌感染率平均为59%。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菌?如何感染人?感染后真的会致癌吗?一起来听胃肿瘤专家的解析。 它是一种寄生在我们消化道的一种细节,它给我们胃病,特别是跟胃癌,跟消化道溃疡,胃溃疡,缩子的溃疡,有比较紧密的关联。 我们也同意把这个优门螺旋杆菌感染作为这个一基致癌物,相关的癌种就是胃癌, 还包括胃粘膜的一些淋巴瘤,它能使胃癌的发生风险提高大概2.5倍左右。 我们国家胃癌发生的比例在世界上都是比较高的可能, 跟这个优门螺旋杆菌感染的发生率高是有非常大的关系。 口对口,粉口途径,一个宠物跟人的一个传播的途径, 跟这个有已经有优门螺旋杆菌感染的来,在一起吃饭,在一起愤吃,愤喝, 这些不接饮食,体质比较差,免疫比较低的人情,是一个容易传染的人情。 当你出现不明原因的,特别是上小发的症状, 有口臭,特别明显,一些小发不良的表现, 比如讲有反酸啊,腐胀啊,胃胀啊,腐痛啊,等等这些症状的话, 就要反映有没有优门螺旋,感觉感染了。 包括一个三年拥有的方案,还有一个四年拥有的方案, 比如讲奥米拉座啊,等等,加上两种抗酸素, 一般来讲,治疗两个星期,优门螺旋杆菌完全杀灭它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。 对一些腐发型的,还有男子型的,可以采用一些和中医药来治疗, 跟治理能达到95%以上。 少吃一些腌菜啊,剩饭,剩菜,烧烤啊,卤菜啊,等等, 尽量不要到外边,很多人一起寄餐啊, 不得要寄餐,你也要有一些公共的餐具啊, 避免交叉的甘纜。 刚生下来的小孩,母亲来用口对口对方式去喂养, 如果母亲有没有挪向感情甘纜的话, 这种喂养方式是要绝对要避免的。 如果有消化到症状,建议他去做一些这个优门螺旋感性的筛查。 如果筛查是阳性的话,也不要紧张正规的治疗, 这个是可以根治的。